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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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阳 你马说得对 这大案的事 不是你能管得了的 宝贝啊 看来咱俩在这儿没用 先故意做作业势 坐 要我说呀 谁也别理他 越理他越来劲 对啊 姐夫 你就别理他 把他当成陌生人 别接他电话 也别跟他见面 看他能怎么办 慢慢的 他的心也就凉下来了 这醒了 我看一下 那我试试看吧 他 是 我看 我看 我感觉到你已经回来了 听完他们对我的控诉了吧 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申诉的机会呢 在他们的眼里 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坏女 是一条咬试恩人的毒石的人 可是你一定要拨拨 我这么做完全处于对你的爱 这爱是那样的强烈 使我不顾一切地想抓住 我 如同一个溺水之人 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抽个时间 你会让他拨拨拨 被判处死刑的犯人 也会给一个最后申诉的机会 难道你连这个机会也不给我吗 完了 哼 就是不给他机会 就晾着他 关鹏 你听我的话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摆脱他 他脸皮在后 他毕竟他是女人 你就是不理他 他能怎么样 说句不好听的话 还能霸王印上工 妈 说什么呢 我就是打个比方 这男女的事啊 是两厢情愿 巧扭的瓜不甜 谁都知道这个脸 你呀 要站稳立场 他还能怎么样 行 只要你们觉得这个方法好 那我就照这个做 从现在起 这个人已经被我删除了 能删得干净吗 能 彻底删除 老肖怎么样啊 看起来还好 一直遵守着诺言 不和从方飞见面 也不接她的电话 发来的短信 看也不看就删了 这办法行吗 可能还行吧 听说前两天短信不断 现在基本上没了 这个从方飞 就这么容易放手 不知道 目前可能是这样 那不是老肖吗 是 老板 回来了 回来了 全弄完了 你们这是干吗去 我去修个头发 叶双 你也去呀 我去洗个头 行 你们去吧 老板 那个 你先歇着 回头我来找你 行 不着急 你先忙着啊 我等你 走了 自从老肖回来以后 他们就一直这样 一起开一辆车 一起出入 真正做到了 功不离婆 秤不离驼 师傅 师傅 各人这辆车 别跟丢了啊 好 再来 婚礼 你帮我看一下 他来的 你在哪儿 想来 不回就算了 善她干嘛呀 她来的 不见 她是再打过来怎么办 关机 你说你关机了 万一别人跟你联系呢 今天我休息 有权利不接电话 您是森侦探吧 你怎么看出来的 您啊 一个是特专业 一个是特神秘 肯像您花这么多钱 去蹲守一个人 这可不是什么人 都能做得到的 咱们要跟的是那男的 还是他旁边的女的 咱们可得小心着点 他们分头行动 你就听我的吧 让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行 没问题 您就放心吧 您不是包了我一天的车吗 您放心 只要是在这一天里 我保证你指到哪儿 我就打到哪儿 别光顾着说话 别跟丢了 您放心 这方面我比你转业 不是 老太太 这音量也太大了 影响孩子学习 这在别人家呀 就不如在自个家自在 看个电视还得受限制 要不过明天你回去 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就行 那怎么能行啊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怎么能头自个儿 清闲自在呢 你去吧 好吧 好吧 你好 二位剪头吗 她剪头 我洗头 小刘招待一下这位女士 小刘招待一下 怎么着 侦探 怎么着 侦探 把车停这儿吧 可 可这儿要收费呀 你烦不烦呀 把钱给你不就完了 行 有您这话就行 我睡不过小刘拇去 小刘拇创呀 我去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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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手机拿起来 现在去洗锋 我 我现在有事 我知道 不就是在理发吗 你在哪 我在哪不重要 你打算什么时候见我 我现在没空 回头再说 谁啊 吴冠警 你不是侦探吗 侦探是不会和跟踪对象直接联系的 这是规矩 我才熟悉看过 你说的是什么 开始 我以为您是在跟踪您先生 和他的情人 可听你打电话的口气 不像 那你觉得我像什么呢 我要是说错了 您可别生气 倒好像那男的是您的情人 而那女的是他的老婆 怎么样 我没猜错吧 没想到你这眼睛还挺毒的 告诉我们这行 天天和人打交道 这种事件都多了 这些有钱的大爷们 一个个都他妈不是东西 整天里满嘴的甜言蜜语 可哪句话又是真的 报上不是天天说要打假吗 要我说 最应该打的 就是这些假情假义 假模假式的人 没想到 你挺富有正义感的嘛 正义感管个屁用 人家可比咱活着自在 要我说 他既然不跟你玩真的 那你也就算了呗 自古道 痴心女子负心汗 他心都变了 你还在尝尝他有啥用 看样子 他在你身上 一定没少花费吧 从你这事行动上 就看得出来 要我说算了 反正你也没吃亏 来 他包了你几年 你可以走了 小姐 你好 欢迎搭理 你好 你是烫发还是染发呢 我不烫发也不染发 我等人 好 你这边请坐 糟糕 他怎么跟到这儿来了 早知道我就不该出来 叫你躲 我看你今天还怎么躲 还能躲到哪儿去 既然他跟来了 你就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再装就显得你怕他了 难道你不明白吗 好 好 谢谢 谢谢 请站吧 你啊 大姐 在这儿洗头啊 你呢 你也洗头吗 不 我等人 等谁啊 我等肖律师 我跟他约好的 你好了吗 好了 你约了人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没约人呢 走吧 怎么没约啊 我跟你发过短信的 说要跟你谈一谈 怎么 你没收到吗 您一共消费一百三十五 我来结账 是 你是给我发过信息 我没有回复 因为我觉得我跟你之间 没什么可谈的 怎么没什么好谈的 您不是我的代理律师吗 我有很多法律上的事情 要向您咨询 比如说 待为了赔偿金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就该好好地谈一谈 可今天是休假 有什么事 等上了班再说 真是对不起啊 我把休假这事给忘了 平常我是个闲人 不过 您这一上班 岂不是就更没有时间了吗 就这样用您一点休息时间 难道不可以吗 冠鹏 大姐您说呢 冠鹏 要不你跟她谈吧 不行 咱们是说好了吗 要去看老人呢 你看 我给忘了 不好意思 我妈不太舒服 我们理完发得过去看她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这就不用了 你们既然能理完发再去 为什么不能跟我谈完了再去啊 这样吧 你就跟她谈吧 我回家去等你 不用了 我们谈任何事 你都可以在场 再说你没有开车 你不就想咨询一些法律上的事吗 我太太在场 你不忌讳吧 我无所谓啊 这话大姐没兴趣 不会 她对我所有的事 一向都很感兴趣 那随便吧 走 这下知道女人的厉害了吧 看你还敢沾花惹草 不说惹一身病回来 就像萧关鹏那样惹一身麻烦 我看你够你一呛 行了行了 你还让人吃饭不让吗 我这是在给你敲锦钟 省得你以后吃大亏 你要是给我弄一个像 童方飞那样的女人 回家来跟我闹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跟你说啊 这也在个人 你看啊 那同样是个情子 有的人就能沾 有的人那就不能沾 有的人到处沾花惹草 啥事没有 有的人一沾那就是麻烦 你看萧光鹏了吗 一沾就惹了大麻烦了 这也是命的问题 得了吧 这就是你们男人不忠的报应 你是不是在说你呢 到处留情还没被发现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存在侥幸心里 就跟那些不法商贩似的 自作聪明 以为一两次没逮着 他们就怎么着了呢 你给我听好了 只要是干了坏事 早晚得栽到我手里 掏不掉的 行行 大伟那补偿金 你找时间去领出来吧 该给人送黄飞的 就给人送去 凭什么呀 哎呀 就凭她是大伟的合法妻子呀 咱们做事可别小心眼 到时候惹麻烦 她自己又没提出来 她自己又没提出来 我干嘛还上赶着 你们女人想个问题就是 她现在不提 那是因为有萧关鹏 她是一门心思都挂在萧关鹏身上 你等她缓过劲 你看她提不提 到那时候麻烦就来了 好 我回头找一下老败了解一下情况 要不行的话 我去趟保险公司查一下合同 要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再通知你 这样处理你满意了吧 向律师的服务 我一向都很满意 没别的事了嘛 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我还有点私事 想单独跟你聊几句 可以吗 用不着 对我妻子 我没有隐私科研 你没有隐私 别人也没有吗 那行吧 那你们俩聊 走 我到那边等你 别说 走 你太太 比你勇敢 曾老贵 你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爱你 难道爱一个人 就意味着骚扰她 伤害她吗 我骚扰你呢 我只好是跟你打打电话 发发短信 我想跟你见了一面 跟你好好谈一谈 可你呢 你电话电话不接 短信短信不回 我今天好容易堵住你了 你看你这一副 巨人千里之外的态度 要说受伤害 那真正受伤害的应该是我 也许我的态度有些生命 可这是你造成的 你明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你的爱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呢 你可以不接受 但是你不能强迫我不爱你 对吗 我想见你 我想跟你表白我对你的爱意 这难道有错吗 当然错了 我是个有妻子的人 那既然你有妻子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上床 难道你的妻子是女人 我就不是女人吗 她怕受伤害 我就不怕受伤害吗 你跟她的感情是感情 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就不是感情了吗 你光考虑不能对不起她 可是你考虑过我吗 你这么做你对得起我吗 姐 你这么指责我是不公平的 你凭两个记住 我对你究竟怎么样 好 非常好 所以 我就更加舍不得离开你 可怕 我想过了 我们两个人是命中注定的 你看 你看 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人 怎么偏偏让我遇见你 又怎么偏偏 因为一次目击 让我们在此相遇你 就因为你一次 就让我怀上了你的孩子 只可惜 你 我还没有用到这些人 可能会用到她的 但是要送她的尽量 那她会和她的尽量 不是 我们想知道她对她的尽量 有这么多事都赶在一起 能说这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能说这不是我们前世修来的缘分吗 你怎么还不明白 今生今世我们两个是不能分开的 是要一辈子在一起的 你说我吗 说完了 那你听我说话 我不相信什么天明 也不相信什么缘分 我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正像你说的 这个世界上俊男量余多的是 人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可真正能找到的也有多少 所以呢 所以我要抓住你 但是我并不认为你就是我的选择 是 说实在的 你聪明能干漂亮 很有气质 也很有吸引力 而且 你终于承认了 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 不然就没法解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如果让我 在你和夜双之间选择一个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夜双 是吗 那是因为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如果在你们没有结婚之前 我们俩就认识 你还会这么选择吗 会 我依然会选择她 你知道声音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在她的身上 有着许多你不具备的优秀品质 而在你的身上 有着许多她没有的毛病 是吗 每个人都是有缺点有优点的 你说得没错 想具体听听吗 根本还没有说完呢 你老公正拿你跟我做比较了 是吗 没这必要吧 人跟人呢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我并不想递较 是他把这话题提出来 那你说吧 他哪点比我强 我哪点不如他 你们要是说这个 那我还上那边等着吧 你别走 你也听听 别撞 你不用回避 你听听我的分析 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和叶霜 从认识到结婚 我们从两手空空 到打拥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买房买车 像鸟儿坐潮一样 共同把这个价值撑起 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坚韧 勤劳和吃苦 一直让我感动 这个 鸟儿能做到 蜜蜂蚂蚁也能做到 这算什么优点 你是不给我机会 你要是给我机会 我一样做得很好 是吗 宽鹏 你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 我白天在厂里上班 下了班以后 要骑四十分钟的车 才能到家 回家以后 我就马上给你做饭 做完饭也顾不上吃 就得骑着车 去上夜大 一边骑车 一边看了麻豆 是吧 夜双就是这样 靠着自学 读完了设计证明 以后 又自学修完本课 成了设计师 要说这个 那跟我在国外 一边打工 一边学习 有什么差别 可是他还要照顾我 我一工作起来 没日没夜 有时候 甚至要通宵工作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都会在我感到肚子 有点饿的时候 给我悄悄地端了一碗面 或是一碗荷包蛋 我都不知道 他是在什么时候起来了 然后就那么 悄悄地坐在一边 看着我吃下去 你喜欢吃夜宵啊 那太好了 我也喜欢 以后你加班的时候 我也给你准备 这面条和包蛋 是不是太传统了 我可以帮你准备 牛奶咖啡 还有烤好的 起司面包 他晚上不吃这些东西 吃了会睡不着的 我说这些 只是想说明 他是一个多么无私的人 他为了丈夫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 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和奉献 他这种无私的品质 你难道就没有体会吗 从他在情人节的晚上 放弃了烛光晚餐 自己去加班 而让我陪你谈工作 一直到 在你双眼失明 无助容身的时候 他不计全嫌 敞开自己的家门 接纳你照 而你呢 你是怎么报答他的 你为了自己所谓的幸福 竟然想跟他争夺 他的丈夫 想破坏他心情 经营十几年这一切 他的无私和你的自私 对比是何等鲜明 在他的面前 你应该自残行婚 说得真好 小律师 可惜 这儿不是法庭 你的口才虽好 可是没有知音 你白费口是吗 更何况 你的妻子就坐在这儿 你当然要这么说了 既然你妻子这么贤惠 你们父亲感情又这么好 那我请问 你如何解释你的猪鬼 你已经用你自己的行为 给你这番说辞以极大的讽刺 也给你自己和你太太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告诉你 你用这种办法 是没有用的 你别欺骗你自己了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只不过你受了传统道德和环境的束缚 不敢表达出来而已 我可以帮你解开这种枷锁 让你重新获得自由 当你离开你习惯的这棵小树 你就会发现 前面有一片广阔的天空在挡着你 谢谢 我不需要 我已经吃够这种自由的苦头了 请你离开 去尋找你所谓的广阔天地吧 但是请不要带上我 不可能 我一定要带上你 你就是我茫茫人海中 一颗救命的稻草 我怎么可能把你放弃呢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别紧啊宝贝 你慢慢就会知道的 萧太太 你要看好你的丈夫 从今天起 我要把他从你手里 躲过来 他简直是疯了 无耻 太无耻了 我真没见过像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关鹏啊 你是不是需要报警呢 爸 他只是口头上的威胁 又没付出于行动 怎么报警啊 我看 要不然把手机号码给换了吧 这样他也找着你了 那别人怎么跟我联系呢 这还不简单 你给那些朋友发个短信 告诉他们你的信号不就完了 对啊 然后再告诉老白跟柳燕 让他们千万别告诉从光飞 我得去找小老白 问问爹尾的事 你还去啊 都到这份上了 他的事不管你爸 那不行 既然我答应帮他的忙 起码这件事得给他办完 我去看一下小阳 请进 小阳 工坑都完了 没呢 还有几个相册要莫写 爸爸 你来帮我念吧 让你妈或者外公来吧 我有点事要出去呢 爸爸 你别出去 怎么了 我害怕 宝贝 别怕 不会有事的 爸爸是个律师 再复杂的案子 也能应付得下来 你放心吧 没有什么能破坏我们这个家的安宁的 嗯 好了 安下新来复许功课 这大人的事啊 我们自己处理 好的 爸爸 姐 你也别担心 我姐夫她能应付得来 我倒不是担心 我是有点怕 怕什么 怕那个女人呢 她有什么可怕的 好 这个分配方案 我想姐应该能接受 谢谢你们 本来应该早点给人家的 这不是 由于最近忙 也一直没顾上 是吧 现在给她 不算完吧 我爸给她的钱 存到这张卡里了 你让她查查吧 密码是大伟的生日 那要不把她叫来 我们一起当面向她交过清楚呢 还是你们去吧 别让人家跑来跑去的了 再说 家里头也挺乱的 是 咱们给她送去吧 行 我打个电话 喂 见 我是小关宝